Hello, 大家好 今天到2020年8月2日星期二 每个星期都会在这里和大家讲讲比特币或加密货币 近来整个气氛都不太好 无论是股市也好 整个经济也好 或者币圈来说 整个气氛都不太好 今天想反破归真和大家讲讲一个最简单 现在买币的最好的方法 因为我经常都说 其实现在最少人关注的时候 其实才是最好入市的一个时机 今天想和大家讲说 这个Binance的Auto Investing 现在马上去看看 刚刚昨天Leo Crypto Morning 先和大家提到 我的确觉得 现在一段低迷的时间 才是最好入市的时机 经常都说了 如何入市最好 不要一次过买完 不要全入 其中一个方法 大家用得最多的就是DCA Dollar Cost Averaging 即是一个定投的方法 每隔一段时期慢慢地 去买入一个Bitcoin 长期来说 通常都是赚钱的 今天想和大家手把手 教大家 如何在币安港设定定投 绝对是涉及一些超级新手 又或者刚刚加入币圈的朋友 现在马上去看看 好了 来到Binance 如果还没申请的话 可以用下方的铁铁 去申请Binance的币 如果大家不知道 Binance是世界第一的交易 无论是用户人数也好 又或者交易量也好 都是世界第一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说的 就是这里 Auto Invest 为了方便大家看 我转回中文给大家看 中文应该是叫做币安保的 没错 币安保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自动订投的计划 大家可以选择 其实它有很多的 有活期 有定期 有不同的活动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 这个自动投资 这里先看 有这么多款的币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动投资 什么叫自动投资 就是大家可以设定 这里建立计划 这里 就可以选择每一天 每个礼拜 每隔两个礼拜 或者每个月 定投你自己喜欢的一些加密货币 无论是一个平台 比如BNB也好 BTC也好 ETH也好 但是我们先看这里 过去三年的投资回报 如果 我经常都说 如果大家投入加密货币市场 超过三四年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定赚钱的 根据过往的一些数据来说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看回报 如果超过三年的话 BNB是有659%的回报的 你看到BTC反而只有46% 其他ETH有300%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 或者想大家留意多一点的 就是近来上升了很多的MATIC 如果近三年来说 原来是有2717%的回报 即是超过27倍的回报 在红市里面 除了BTC之外 如果大家想拼得厉害 或者回报想大一点的话 都可以考虑定投一些比较小的币 而MATIC也是其中一种比较有前景的币 那好了 立刻看看如何建立这个计划 那刚才说到建立计划 那我们可以选USDT 或者BUSD 去做一个定投计划 那当然 都可以用信用卡购买的 不过在香港来说 可能很多银行都会禁止了信用卡的服务 那先不说这个信用卡 我们说回用稳定币做这个定投计划 是怎样做先 最得加码 看到是1个USDT 那我们可以选 由1元开始都可以 那即是我们大概当是50元才算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当是 我觉得比较适合做的 就是最少每两周 或者每周 都是OK的 每一天我自己就不太建议 那我们今天试试每两个礼拜先 每两个礼拜来说 再次购买日期就是 星期一、星期二 我当是星期二 那当地时间几多点都可以设定 即是说 每隔两个礼拜 每个星期二 我们就买入 这个50元USDT的一个BNB 如果OK的话 就可以购买这里 这里留意一下 就会问你 是不是使用币安保活期的余额 即是说 如果你在币安保的活期 即是这个Festible Saving 里面有一些币是在做的 如果你这里安了的话 可以的话 它就会帮你自动 在那里拿出来 然后放到这里 如果在订投的时间里面 你的币安保活期 没有那么多钱 而又没有转换到这里 那一期的投资 就会暂停 即是说 例如如果这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有钱 就投资了 接着第三个星期 又有钱 又投资了 但是去到第五个星期里面 那个币安保活期 没有钱 那怎么办呢 它就会禁止了 第五个星期 直接去到第七个星期的时候 看看那个时间里面 你币安保有没有钱 再决定投不投资 那大家要留意 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以按确定 按完确定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到这个页面 即是 去到这里 就可以看到 之前进行中的 这个自动订投计划 如果想暂停的话 按一按这里 就可以立刻暂停 整个过程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还有两件事 要留意的 就是 放在定期的钱 会自动放在币安保的活期 那里 如果大家想找回 可以去到刚才的页面之外 也可以去活期 那里 就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 就是可以开几多个 这些定投计划 就是没有限定的 大家可以任意开几多个都可以的 那有什么用呢 有些朋友可能想长短住 即是怎样呢 即是说 有些朋友可能想每两个星期 就买50元 但是 每一个月就买100元 即是说 月中的时候买少少 去到月尾的时候 才买多少少 那这个可以开设 多个的定投计划 的一个功能 就可以帮到大家了 今天的影片 比较简单 大家喜不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喜欢的话 就在下面告诉我 今天这条片来到这里 喜欢的话 like share comment 下条片再见 拜拜 行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